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花莲市商校街是不少民众 每天生活的背景之路 但两旁的人行步道以及用路设计 却早已经不能够满足现金的使用安全需求 那么花莲县政府就特别提报中央 获得了经费补助 整体工程预计在明年就可以完成 花莲市商校街临近学区及车站 交通流量大 是不少民众每天生活的背景之路 但两旁的人行步道及用路设计 却早已不能满足现金的使用安全需求 那我们来看了以后 确实这边整体的规划 把过去人行道越偏不足的地方都作为改善 甚至有的人行道并没有很明显的标示出来 那也透过这一次的整建工程 作为整体的规划 还有我们一些过去像台电的这些变电箱 还有弱电的部分 弱电的部分可以弄到变地下化 整建过后 那相信对整个我们国联这边的居民 整个人行道安全会大大的提升 知道商校街这边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 那这里的整个路幅的部分 其实讲起来在市区里面是还算蛮狭窄的 那与这个行人共同使用这个商校街的这个部分 人行的安全的部分是需要被顾虑到的 那最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机车的部分 还是一个市区还蛮大量的一个停车的一个问题 那也会督促啊 我们跨联县政府在这个部分 在商校之后的部分也要去考虑到这样的一个机车停放的位置 华联县政府为了改善用路安全 特别提报中央获得经费补助 总计划经费超过3000万元 预估工期为14个月 目前已经进入设计阶段 整体工程预计在明年就能完成 记者许立琴华联系报导